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新蒋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Louisvet的Puzzle Bag 其实Puzzle它已经不是一个很新的包款了 你要说它是老包我也不反对 大概就有点像我们家的老妹这样子 不过Puzzle它真的是一个很经典又耐看的款式 也许有很多人已经拥有一个Puzzle包 但如果你还没有拥有的话 觉得它真的很值得入手 虽然网络上的Puzzle Bag的开箱文 或是开箱的影片已经多得不计其数 但是我觉得应该很少人像我一样这么的疯狂 就是买了三个尺寸 那也因为我有三个尺寸 所以今天就想来把这三个尺寸做一个简单的评比 还有我个人的心得 如果你还没有入手的话 希望看了之后有助于你燃烧 那如果你已经入手的话 说不定你看完之后会想要再买一个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首先先看Medium跟Small的比较 我们先来看Medium尺寸 它可以装一下什么东西 基本上它的容量真的很大 就真的真的我觉得蛮够装的 你有需要带水壶出门的话 这个是350mm的容量 放进去 如果你也有习惯带一个折伞的话 这个是小折伞 就把它这样放进去 还可以放一个长夹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那为了要证明呢 这个中尺寸它的容量真的很大 要不要猜猜看它还可以装得下什么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道具 登 信不信我可以把它塞进去 塞给你看 怎么会有音乐 好我们真的把它塞进去了 看是不是真的很够装呢 那不要忘记中尺寸跟小尺寸 它的后面都会有一个拉链的小口袋 悠游卡或是一些小卡夹 或是手机 不过我的是iPhoneX 就是可以这样放到后面 再拉起来 可以装得下 baby shark的一个中尺寸的puzzle bag 那接下来要看的是small 小尺寸的puzzle bag 可以装得下什么呢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用它了 除了刚刚的baby shark之外 其他的东西其实都可以装进去的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装吧 这个是水壶 那因为扣得够紧的话我想 早过来放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这个是sure set 长夹当然是基本的 然后还有一个小化妆包 如果包包空间够的话 我会尽量的把分柄 就是放在一个小袋子里 然后还可以放你的手机进去 对 不过呢小尺寸的后面的拉链夹 它就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刚刚已经试过 要把我的iPhone X塞进去 发现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这个地方大概只能放 就是小卡夹 小尺寸也是很能装的哦 因为我觉得我还蛮常被问说 这两个尺寸要怎么选择 老实说我每次在心里 都很想要回答说 但是小的啊 因为比较便宜 对 可是我都必须要 把这个话就是深埋在我心里 可是我现在讲出来了 我们的知识话回答是 嗯 如果你东西比较多 那你就选择中的 那如果你东西其实 不是那么的多 比较少的话 你就选择小的 那这样不是有答的 也没有答吗 谁不知道这个答案呢 好 先回归到 呃 整体 如果你今天就是要走 天涯海角路线 你要出去一整天 东西非常多的话 当然是选择中的 如果你就是长家 然后小折散 雪狐等等 呃 之类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小的 嗯 不过中的跟小的还是 容量还是差了蛮多的嘛 大家刚刚也有看到 如果说你就是 标配的话 你就是买小的 如果你就是 如果你的需求就是 刷妆 baby刷嘟嘟的话呢 那你就是买中的 那如果不要考虑价格呢 也不要考虑容量呢 其实我觉得中尺寸 有一个优点 是小尺寸 没有的 大家有没有在网路上 看过很多街拍的照片呢 它用久了 因为皮革会软嘛 所以你会看到 嗯 很多街拍照片 它会自然的呈现 这样子 嘿嘿嘿嘿 这样子一个弧度 我觉得这个是 Passo包最美的一刻 可是如果今天 你是小尺寸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做到 像凹的这么漂亮 呃 我第一个入手的 其实是这个小尺寸 当时我就带了它出去拍照 当我准备要照相的时候 欸 我就凹 欸怎么 它怎么没有那个漂亮的凹呢 因为原来小的 因为它整个比例就比较小 它就没有办法制造出 像中尺寸 这么漂亮的一个弧度 所以 怎么办呢 硬凹 我说的是真的啦 我就当场在那边 一直 压它 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 可是你看 它怎么压就是 因为它可能整体的比例 比较小的关系 所以 它就没有办法像这个 medium一样 它的一个 幅度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美 然后 你随便乱用 就是用到它 就是翘翘的什么 也很好看 那 小的就是 硬凹咯 这个是以 美感去做比较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考量进去 看你 喜不喜欢 凹 那你会问说 小的都已经这么难凹了 那迷你尺寸 怎么办呢 我跟你们说 迷你尺寸 它是另外一个生物 它没有办法跟 这两个尺寸比较 那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看这个 迷你尺寸的 puzzle bag 这个也就是 迷你尺寸 它跟 小尺寸 还有中尺寸 基本上 它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 它们没有办法比较 就有点像是今天 就是有一些 十七八岁的妙龄女生 或是二十几岁的 漂亮姐姐们 在 也学妹比赛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 两岁的萌娃 跑出来说 看谁比较可爱 这根本就是一场 不公平的 竞争 迷你尺寸 它是另外一个生物 迷你尺寸 它就是这么可爱 它不需要去跟 小的或是中的 比较 我觉得如果你已经有一个中的 或是有一个小的 你再买一个迷你 你不会觉得你是买一样的包 它们真的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一样来看 就是迷你尺寸 可以 抓一下什么东西 里面 咦?我也有放纸团耶 好 还蛮认真的 因为我其实 很多纸团 到后来也不知道 掉到哪里去了 我们长夹就跳过 因为是不可能 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三样东西 第一个是 短夹 长夹可以没有 但是短夹 短夹就是 不行 一定要有 是手机 手机 然后我后面被 被我儿子贴了一个贴纸 一样是我刚刚的包包里 其实里面有 粉饼跟我的口红 把它放进去 好 稍微折一下 你尺寸就 完成了 对 因为它就只能装这么多 而且它背后也没有什么小口袋 所以你不要妄想了 那刚刚不是有说过 就是 中的 可以制造一个漂亮的凹 小的呢 凹就没那么漂亮 那迷你呢 迷你不需要 不需要那个凹 因为它本来就很可爱了 它摆在这边就是一个可爱的代表啊 谁会在乎它有没有那个凹啊 所以迷你尺寸的话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 推荐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中的 小的 还有迷你尺寸 实际上背起来的感觉 我自己是157公分 可以给大家参考 这个影片里面我都有穿高跟鞋 我们先来看看肩背的方式 中尺寸呢 背起来大概是到我的 臀部 其实 不会过长啦 我们在买一些精品包的时候 常常大家会很害怕就是背带过长 不过它并没有这个问题 那小尺寸的话呢 它背起来就更利落了 它大概是落在我们的腰部 迷你尺寸的话呢 它如果单肩背的话 其实也不会说太长哦 其实也不会太长哦 大概会是在臀部 但是我觉得它如果斜背的话 会更可爱呢 那接下来看看手提 其实我觉得手提 你可能更可以清楚的看到 三个包的比例 有时候买包呢 也不一定要考虑 是不是真的实用 就是拿起来的那个 感觉也是很重要的 你看你看Mini是不是超级可爱的 怎么拿都很可爱呀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是有想要看什么样的主题 都可以留言给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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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